我們真的要嚴正的抗議民進黨團 還有我們的民進黨將荒腔走板的這個施壓 我們今天特別召開這個記者會 現在民進黨可以為了選舉 不只是請全黨之力來攻擊在野黨的市長候選人 甚至是請全國之力動用所有相關的部會 從近期的這個NCC的關說案 到現在我們高防安委員的這個支撤會的這個施壓案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一貫的手法 就是透過抹黑的方式來贏得他們的政治利益 我們今天特別昨天行文要求 經濟部技術處以及支撤會的代表 都要來到現場說明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經濟部技術處的處長 邱處長今天也沒有到場 支撤會我們的這個執行長也沒有到場 支撤會你是多怕民進黨你是多怕柯建民 你敢說在9月20號 鏡周刊爆料之後相關的這個你們提出的這個回應 認為當時的這個沒有這個抄襲的問題 最後在這段時間 柯建民9月23號出來講說 支撤會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到昨天支撤會在經濟委員會翻供說不排除提告 這樣將近兩個禮拜的脈絡 你敢說中間柯建民跟民進黨團沒有找你們 來去要求來去說明嗎 民眾黨團要求你來你就不到嗎 今天國家還是我們的經濟部是民進黨開的嗎 法院是柯建民開的嗎 法律是由柯建民來去解釋的嗎 我想這都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該有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要今天講 今天民進黨的整個黑手 已經深入到了我們的產業界 甚至是我們的學術界 把我們的國家搞得烏煙瘴氣 昨天陳耀祥主委NCC的案子 在交通委員會搞得七分八數 經濟委員會支撤會一直在透過這個民進黨不斷的施壓之後 最後來翻口供 我們可以看到支撤會原本的目的是要來培育人才 現在搞成這樣子以後誰還敢讓你培育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記者會 我們要嚴厲的譴責民進黨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對相關的部會相關的財團法人來做施壓 甚至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對在野黨的候選人 進行人格的抹殺達到你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要談到 現在民進黨不只是全黨打一人 甚至是請全國之力打一人 這個是高宏安委員在106年獲得這個 106年4月21號獲得陳建仁前副總統頒獎 現在目前還在總統府的這個網站上 新聞稿都還歷歷在目 民進黨現在是怎麼做 只要你不選舉的人就是國家棟樑 你只要參選危害到你民進黨利益的 你就變成十二不赦之人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國家的悲哀 為什麼這麼多產業界這麼多民眾 不敢來投入政治不願意來投入政治 這個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次的這個選戰之中 民進黨為了救選情 無所不用其極的用各種招數跟嘴臉 我帶大家回憶一下 第一個 論文門的事件全黨護一人 但是他們的策略是什麼 論文打台大 疫苗打磁劑 球場 你甩鍋台積電 你打台積電 現在你抹黑高桓安 你就打資冊會 我老實講 我也覺得 替資冊會覺得很可憐 他們受到這樣子莫大的壓力 卻不敢 連個聲音都不敢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要發出最嚴正的抗議 當《鏡週刊》提出抹黑的報導的時候 其實第一時間 資冊會就公開來去回憶 表示只要作為學術用途 極無授權的問題 過了幾天之後 尤其是昨天的經濟委員會 在民進黨柯建民總召 還有相關的立委 帶頭的施壓之下 逼著資冊會在現場改口共 這是一個奪阿把 奪黑道式的一個方式 我們看到這個整個抹黑的事件部 從整個論文被匿名檢舉 自我抄襲的事件 到後來這個 資冊會出來回應說沒有抄襲的 這個授權的這個問題 到今天整個改口共 說可能不排除提告 把一個好好的人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人格抹殺 這樣子對嗎 我想 民進黨在早期 透過這個衝撞的體制 來去爭取到他們的政權 但是他們現在比當初的國民黨還要可惡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資益濫權 火速行為要求資冊會 提供前員工的資料 甚至是這個 包含個人這個隱私的一個問題 個資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是對的嗎 那我們這邊也要來了解 那如果這樣子 資冊會你是不是 根據資訊公平的原則 你也要把相關近十年的 所有你培育人才出國的計畫 都要公開嗎 這樣子的綠色恐怖你們要嗎 這樣子的專制實彈你們要嗎 我們台灣是北韓嗎 這是我們要的選舉嗎 現在有誰來討論新竹市政 現在有誰來討論新竹市政 柯建民你這麼怕高航安當選嗎 民進黨你那麼怕民眾黨當選嗎 請問現在六都選舉是七都選舉嗎 新竹遍地七都了嗎 這是一個沈霞市選舉的規格嗎 整個選舉全部圍繞在這個泥澳戰 跟人格抹滅戰中 你新竹有多少事情 你之前執政八年 你有多少事情不敢被翻出來 你這麼害怕高航安當選 你這麼害怕民眾黨當選 新竹是你的攤頭寶 為了鞏固你的政權 你可以這樣無所不用其極 濫用你的權利 這樣子對嗎 所以我想 今天我們要談到的就是說 包含我們執政黨的立委 可以看得到現在 農園的問題 物價通膨的問題 還有我們這些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這麼多的問題 開議後沒有去監督 反而透過執政黨的立委 全部都在監督在黑黨 打擊異己 心中只有黨藝沒有民意 這樣的民意代表你們要嗎 這是我們要的台灣嗎 我們有辦法來跟我們的下一代說明嗎 我想民進黨的雙標阿把 這個是無庸置於的 包含我們看到 中選會的李靖勇主委 上個禮拜 來幫我們的民進黨籍的市長候選人 蔡世英來站台 衛福部長 薛瑞源 幫我們的陳時中站台 請問這樣有行政中立嗎 這個如果是在野黨不是打到爆 不要說下台啦 逐出政壇都有可能啦 但是今天新竹市的選舉 搞成這樣子 透過你的這個立法院的公權力 一直來向相關的單位施壓 柯建民昨天說 高安鬼扯 你才鬼扯吧 你還胡扯 你不只胡扯 你還不斷的施壓 透過這樣子黑道式的壓 壓破逼供的方式 你可以讓國家正常一點嗎 沒有選舉就是國家動糧 有選舉就是十二不設 我想今天我們要呼籲台灣的人民 年底用你的選票 來給執政黨一個教訓 如果我不夠 請大家明年繼續教訓 讓大家一起來監督政府 監督所有民進黨的黨公職 否則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我們 就是你們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